凌晨时分,一个人从桥上坠下,无幸身亡 大桥中间存在镂空大凤,酿酮悲剧 当时你是什么当过的? 我就要不做那个,我就看不起 他是大,当时比我是大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坠桥之谜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勇教授 王老师好 王老师今天首先想请您和我们一起看一张照片 您看,在我们这个大屏幕上 这个拍的是湖北省武汉市的符合大桥 这个桥有点特别 您看,本应该连接成整体的这个桥面 中间有一道很宽的缝隙 那么恰恰是因为有这个缝隙的存在 前不久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 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11年5月29日凌晨 坠桥的是一个叫王秋林的人 住在大桥下的一个收废品的村民 给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据村民介绍 当时大概是凌晨4点 他正在睡觉 忽然听到屋外有嘈杂声 出去一看才知道 有人从桥上掉了下来 我们看到这座桥的高度 大概是有20多米 那天凌晨 王秋林就是从桥面中间的这个缝隙处 摔下来的 下面呢是一堆乱石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王秋林遗留下来的一双鞋子 在这块石头上 还能够看到一些干了的血迹 由于事发时 武汉还没有到主讯息 桥下河流的水位比较低 部分河床裸露在外 王秋林摔下的位置 正好是布满乱石的河床上 接到报警后 消防队也赶到了现场 死者王秋林 今年54岁 湖北省西水仙人 在王秋林家人那里 我们只找到了一张 王秋林照片的复印件 那么 事发是在凌晨4点钟前后 而这个时间 正是多数人熟睡的时候 王秋林为什么会在大桥上 又是怎么样 从桥缝中坠下的呢 有人施工 有人施工是吗 对对对 他们是在做什么 有人做了个鞋子 让了个鞋子 据父亲的村民介绍说 当天凌晨 有一支施工队 在桥上作业 经过多方联系 我们找到了施工队的 一名工人 老蔡 当时我就找了个鞋子 我的上次 我那个管子 朝我玩那分 他都在里面 找 老蔡说 王秋林是他的老乡 那天凌晨1点钟左右 包括王秋林在内 他们五个人 乘坐工头的车 来到了大桥东侧的桥面上 铺设线缆 一直到凌晨3点多钟 他们才干完活 准备回住的地方 车停在路的那边 车停在路的那边 老蔡说 大桥上是有隔离带的 当时他们在大桥的东侧桥面 而接他们的车 停在了大桥西侧 为了图省事 他们打算翻过中间的隔离带 去坐车 你们当时为什么就是不从其他地方绕过去呢 走过过翻一下就都是 就这翻过去很近 对吧 对 老蔡说 如果不翻越中间的隔离带 他们得走两三公里 才能绕到对面的车道上去坐车 据老蔡回忆 那天没有下雨 当时过往的车辆也很少 当时你是怎么翻过去的 我就要不走那个 卡过去的 知道下面是空的吗 我就知道 你知道下面是空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就知道那个 发现下面有点顿 老蔡说 事先他并不知道 大桥中间的隔离带是中空的 后来 在翻越隔离带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 桥底下有一些灯光 才意识到 隔离带底下是空的 当时你有提醒其他人吗 说下面是空的 那没有 从而反而 我是他是打倒所第一 我是打倒所第二 哪些就不知道 那我不清楚 根据老蔡的陈述 当时王秋林走在最后 王秋林究竟怎么掉下去的 没有人看见 老蔡说 他们是在上车后 才发现王秋林不见的 后来经过寻找 才在桥下找到了王秋林的尸体 事发后 王秋林的家人赶到了武汉 他结婚了吗 没有 没有成家 没有成家 就他一个人家 对对对 王秋林的大哥说 弟弟王秋林 昨眼有残疾 虽然年过万百 但一直没有成家 那在家里 他还有房子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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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有家 那平时回去 他就在家 王家人说 由于是独身 很早以前 汪秋林就外出打工了 平日里 也很少和家里人联系 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回家 那过年过节呢 他们是回家 他们过过一天 整个有点底细 由于平时跟家人联系少 家人也不清楚 王秋林在外打工的情况 在家人那里 关于王秋林的情况 甚至只剩下了 这张照片的复印件 那么 王秋林平时住在那 生活的怎么样呢 据老猜说 王秋林是在一个多月之前 经他介绍来武汉打工的 平时就和他一起租住 在工地附近的村子里 老猜说 王秋林为人忠厚老实 平日里 除了打工挣钱 没有什么爱好 对于这次王秋林遭遇的意外 他也感到很难过 通过王秋林的家人 和老乡的陈述 我们大致了解到了一些 王秋林的情况 而对于王秋林来说 他遭遇不幸之后 留给这个世界的 似乎只剩下一间瓦房 一张照片的复印件 还有一双 遗留在桥下的鞋子 就是这样一个 孤苦伶仃 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 在凌晨四点干完活后 失足从桥缝中坠下 不幸失去了生命 那么事发的这座 符合大桥 究竟是怎样一座桥 为何桥面中间 会有一道中空的缝隙呢 差不多90厘米 好 大概50厘米 这些铁支的护栏 是在事发之后 大桥的管理部门 才安装上去的 我们再来看这座大桥 在大桥的桥面中间 有一道 拖到50厘米的缝隙 在缝隙上面 设置了一些 挡光板 在缝隙的两侧 有2到90厘米高的 水泥布栏 事发时的情况是 当时王秋林试图翻越 这个水泥护栏 到对面的车道去乘车 但是他在翻越护栏的时候 不小心从缝隙中掉了下去 据了解 符合大桥 是在1995年建成通车的 是武汉市第一座 高速公路大桥 大桥总长1500米 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的设计 在桥面中间 有一道中空的隔离带 那么这座大桥 为什么要在桥面中间 设置这样一个中空的隔离带呢 带着这样一个疑问 我们找到了大桥的行政主管部门 武汉市公路管理处 按以前的设计标准 它是一个独立双桥的设计 所以中间它必须留了个缝隙 它也是主要起到一个 伸手缝的作用 像这段桥很普遍 现在我们高速公路上 包括很多一些道路桥梁 都是使用了这种设计 公路管理处的梅文解释说 符合大桥 北端连接汉口 南端连接黄皮 是带黄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根据高速公路的设计要求 中间必须设置隔离带 我们看到 在大桥的南北两侧 地上部分 左右车道 中间用绿化带作为隔离带 而隔离带延伸到大桥上方 中间设置了一排防悬板 底下却是中空的 通过我们设置防线和护栏的设施 能够更紧示我们的私事人员 不要随意地翻阅护栏 公路管理处的梅文说 由于桥下是河流 平时往来的船只不多 而桥上是高速公路 是不允许行人上桥的 所以大桥上中间的隔离带 一般采用的都是中空设计 按照公路管理处的说法 大桥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王秋林的家人 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如果不是楼空 他肯定就掉下去 王家人认为 即使大桥的设计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出了人命 显然相关部门 对大桥的管理是存在问题的 最后记者找到了 大桥的经营管理单位 武汉华裔路桥公司 对于王家人的质疑 他们又会作何解释呢 段思学说 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也感到很遗憾 不过他们觉得 王秋林自己 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段思学介绍说 符合大桥属于高速公路 是不允许行人上桥的 更不允许行人 翻越中间的隔离带 他们在大桥两侧的 进出口处 都设施了明显的禁止标志 不过 对于华裔路桥公司的说法 王家人认为 虽然设有禁止标志 但是这些禁止标志 形同虚设 平时还是有很多 非机动车上桥 而且也没有人管 他们原来说的是 那个高速公路 不限制行人上去走 但是现在的话 行人走也有 自行车 电动车 都有 现在根本都不存在 那个高速公路 记者在大桥的入口处 观察了一段时间 确实看到 有一些非机动车上桥 也没有看到工作人员 进行阻止 采访中 华裔路桥公司 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 事发那天凌晨 王秋林所在的施工队 在桥上施工 是属于违章作业的 施工 他对于 整个的 这个行人招手 做神秘招手的话 是没有办理 他对于觉得 他是偷偷摸摸的 那么事发那天 王秋林所在的施工队 为什么要选择 在凌晨施工呢 他们的施工 究竟有没有得到 陆正部门的批准呢 朱大华说 据他们了解 这支施工队 是给武汉某单位 铺设线蓝的 早在事发前十天 施工队就曾经 在大桥上 违章施工 被他们制止了 5月4月 就是 我们正在巡查 在佛查上面 也就是连工 没经过那么审批 付责感谢 我们上前制止 他们立即成功 那么 事发那天 王秋林所在的施工队 为什么要选择 在凌晨施工呢 根据王秋林家人 提供的电话 记者拨打了 施工队负责人的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已关机 由于施工队的负责人 手机一直关机 记者没能联系上他 而对于王秋林 遭遇的不幸 王秋林的家人认为 王秋林所在的施工队 也是有责任的 你只要就是我叔叔跟你做私计划 你比如车接车送吧 你只要把我叔叔接出去上班之后 你就必须安全的送回来 不管中间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都要你工头负责 王家人认为 王秋林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施工队理应承担责任 不过王家人说 事发后 他们曾找过施工队的负责人 可是对方总是躲躲闪闪 甚至连电话都关机了 或许是由于手续不齐备 施工队才选择在凌晨施工 以逃避路政部门的检查 不过王家人认为 即使当时施工队是违章作业 那也是施工队违章 和王秋林没有关系 王家人还认为 那天凌晨 大桥上的路灯没有亮 也是意外发生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 我们在老蔡那里得到了证实 桥上有路灯吗 没有 没有路灯 都是黑的 我们发现在大桥两侧 分别有一排路灯 而从这些路灯的现状来看 有的已经秀极斑斑 有的甚至灯罩都已经脱落了 附近的居民告诉我们 大桥上的路灯从来都没有亮过 桥上的路灯以前亮过吗 没有亮过 没有亮过是吗 没电动 这个路灯 桥上这个路灯从来没有亮过 没有亮过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发现 大桥两侧的路灯确实没有亮 王家人认为 如果那天路灯是亮的 也许王秋林在翻越隔离带的时候 就能注意到隔离带中间是空的 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 那么大桥两侧的路灯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亮过呢 但有一种那种金光 就是那种软色的那种感觉 使一使用 可能是没使用 段思学说 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是机动车 在夜间都有照明 所以一般情况下 高速公路是不安装路灯的 只有在城市的道路和桥梁上 考虑到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 才需要安装路灯 既然高速公路不需要安装路灯 那么为什么在这座大桥上 会安装路灯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又来到了武汉市公路管理处 公路管理处的解释是 当时大桥上设置的路灯 仅仅是为了美观 而不是为了照明 所以一直都没有亮过 对于这样的解释 王家仍认为 这是大桥的主管部门 在推卸责任 如果相应的防范措施到位 坠桥的悲剧就不应该发生 您看这个桥真是奇怪 它中间有一个大裂缝 而且不到跟前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王秋林 就是在翻越这座桥的时候 掉下去身亡的 非常的悲凉 因为这样一种事故 本身完全可以避免 那您觉得到底谁 应该对这个王秋林的死负责 作为桥梁设计 公路设计的话 它完全可以预见到 在两个通行道中间 如果控除一个大缝 而且下面就是滔滔江水 那么普通的行人 司机 他都会有一个预测 就是这里面是安全的 不会有问题 如果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灯光昏暗 甚至没有灯光 那么在特殊的情况下 它极有可能不加注意 就翻越过去 管理人员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过程 是非常明显的 高速公路的管理人 应该对高速公路采用封闭式管理 但是在这个路段的话 有多个进出口 并且管理松懈 使得这个路段长期以来 就有非机动车往来 那么普通的民众 普通的行人和驾驶员 他通过这样一种现状 他可以判断这个不是高速路段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公路 所以使得这个普通的行人 思想上都有松懈 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 普通的行人在这里 一点过错都没有 通常的话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普适的话 那么他确实应该 经得高速运营方的许可 那么他没有 没有这个是他的过错 那么咱们翻过来说王秋林这边 就是他这个施工方的负责人 是不是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这个根据民法侵权法的基本规定 那么雇员如果在从事雇主 所交办的这种事物 比如说本案当中的这个施工 在实施过程当中所遭到的伤亡 那么雇主应当对雇员的伤亡 应该承担责任 王秋林的死亡 在很多人看来是一次意外 是一个偶然事件 但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 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因为从1995年开始 从这个符合大桥建成到现在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像王秋林这样 从桥上坠亡的事 已经不是第一起了 采访中 大桥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 近几年来 类似从桥面中间这条缝隙中 坠桥的事故 已经发生过多次 村民们说 这些事故发生后 当地的消防队都赶到现场进行营救 随后记者来到了武汉市消防支队了解情况 这是在2008年10月5号 大概晚上9点24分左右 事发地点位于武汉市黄培区 戴皇高速公路 黄培往武汉方向 符合大桥下 也是在符合大桥那个地方是吗 对对对 根据当地消防队的接警记录 除了这次事故之外 2008年10月5日和2010年5月4日 他们还曾经接到过类似的情况报警 地点都是在符合大桥 当时出警的消防员和我们讲述了 2008年那起事故的有关情况 那时那个地点发生在哪个位置 在地点发生在桥的中间 桥的中间 这个司机下来想看一下 这个到底出现什么情况 前面因为车辆比较拥挤 比较走车 然后爬到这个桥的 两边的中间里有一个桥灯 上桥灯之后 由于不小心滑了 一下子从两灯之间的一个缝隙掉下去了 然后我们到场之后 然后就把他给救上来 没有这个生命危险 就是他也是从这个 两这个中间 隔离带中间的这个缝隙掉下去的时候 对对对 幸运的是 在那次事故中 坠桥的人没有生命危险 而发生在2010年的那起事故 坠桥的罗先生却没有那么幸运 年轻的生命因为一条 镂空的隔离带而消失了 根据校方队提供的地址 我们找到了罗先生的家 所以 有那个新男一女两个孩子 那你找过的 新疆 新疆 对 那你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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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这有一个叫罗未平的 那走了 罗未平没有 对吧 一男一女 但是找房子去 开出二十个状态 对对对 他搬走了 死你了 去车活就走了 搬走了 对吧 你是记得 你是记得 邻居说 罗先生出事之后 家人就搬走了 不知道搬哪里去了 采访中 罗先生的邻居 给我们讲述了 事发的经过 当时就是 他久远 别个大电话呢 别个大电话 要他帮忙 他就翻桥 不小心 好像庆管 大概庆管就来了 据邻居说 事发时 罗先生是帮朋友 去处理一起 发生在 符合大桥上的车祸 当时是晚上 车祸发生 是在西侧的桥面上 而罗先生 驾车 是从汉口过去的 把车停在了 东侧的桥面上 当罗先生 翻越中间的隔离带时 不慎从隔离带的 缝隙中 坠下 不幸身亡 而据武汉的 当地媒体报道 早在2006年4月2日晚上 还发生过一起 坠桥的事件 当时一名65岁的老人 不慎从隔离带的 这条缝隙中 坠下 不知身亡 据不完全统计 从2006年开始 到2011年 在五年的事件当中 共发生四起 坠桥事故 造成三死一伤 而大桥的管理部门 一直没有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 这引起了武汉一些市民的不满 第一次第二次 已经掉下 应该有那个布局的方法 应该布局 但是趁几天有掉 那都是有问题 应该有布局的方法 但是他一定采取 去一会儿是 有一会儿是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事情 人家跟别人干净 三次 我没有采取措施 那么 坠桥事故 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大桥的管理部门 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 有效的防范措施呢 实际上 我们晚上 盖上这个 要 晚上这个 网子了 实际上我们今天有计划 有计划 就一直等于就是 有这样的原因 所以就拖了 段思学说 2006年和2008年 发生的两起坠桥事故 他们并不清楚 他们公司 是在2010年5月4日 发生坠桥事故后 才了解这个缝隙 存在安全隐患的 公司也准备 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可是由于当时 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些变故 才一直拖了下来 没想到 今年的5月29日 又发生了一起坠桥的事故 王老师您看 这些年不止一个人 从这个桥上坠网 法律上没有规定 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怎么做 那您觉得是这样吗 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侵权责任法 去年颁布实施 那么其中37条 就明确规定公路 高速公路 这样一些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 这种公共场所的运营者 管理者 他都具有保护公众 安全的这样一种保障义务 原来如果说有缺陷的话 他必须采取相应的 补救措施 铺设铁色网 架设安全警示标志 甚至增加管理人员 这个桥是95年建成的 到现在十几年 将近20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又不是发生过 一起这样的事 但是一直就没有采取措施 人命关天的事情 连续发生的话 那么就应该引起 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 并且国家的法律 对于当地政府 维护公路交通的安全 维护人民生命的安全 本身也有明确的规律 比如说我们的公路法 就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 对于当地的公路交通 特别是安全问题 应当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我们从材料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政府似乎没有出面 对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引起高度的关注 所以运营者和监管者 这两方面 对于人的生命的模式 不采取相应的 这个防护和监管措施 是导致本案的 持续发生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我们的采访 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们发现 管理单位 正在给大桥中间的隔离带 加装护栏 据了解 这些铁制护栏高度为120厘米 加上底座90厘米高的 水泥防状护栏 隔离护栏的总高度为210厘米 希望这些护栏的安装 能够杜绝类似悲剧再次上演 而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 王秋林的家人 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说 施工队的负责人 已经支付给他们 10万元的赔偿款 一座大桥 一条大缝 接二连三的吞食生命 如果我们能早些采取防护措施 那根本就不会有悲剧发生 所以说 当一些意外可以避免的时候 请有关方面 稍稍的尽一些心 毕竟失去的 不是简单的东西 而是无可挽回的 生命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感谢王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请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 东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